习近平即将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在华盛顿预计会有上百人 在白宫外就人权等不同的诉求来进行示威 但是场外的示威能不能影响场内的对话呢 在美中存在许多分歧的时刻 人权议题挤得上谈判桌嘛 奥巴马政府能在中国人权问题上使出多少例呢 我们下面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维权律师 也是美国纽约大学的访问学者 藤彪 藤律师来谈谈他的看法 藤彪 藤律师非常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 是 我们知道这次您从纽约赶来华盛顿 主要的就是出席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 针对习近平访美召开的一场会议 那么今天下午您还要到美国国会出席一场听证会 跟我们谈谈美国各界对中国人权的议题 放入了多少关注 对 美国的人权机构对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 还是非常关注的 尤其是在习近平来美国之前 这一段时间有非常多的报道 非常多的关注 那昨天在自由之家召开的这个会议 也吸引了很多人士 尤其很多在国会工作的人 那我们希望能够把中国这种人权状况 真实的一面呈现给大家 同时也希望美国国会 美国政府能够有更加明确的举动 来支持中国的人权人士 是 您提到明确的举动 实际上我们看到就在上个月 美中举行了第19轮的人权对话 当时美国的助理国务卿玛利诺夫斯基 还特别呼吁北京要释放 他们最近关押的维权律师 但是到现在北京方面 都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 您认为奥巴马政府 在这次利用习近平访美的机会 能够使多大的力 他能够当面的敦促习近平吗 在人权问题上 奥巴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希望奥巴马能够向习近平 提出人权的问题 提出要释放政治犯的要求 把人权做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但是种种迹象表明 奥巴马可能会把其他的问题 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我觉得这样是不合适的 我希望能够让中国政府 感到真正的压力 不能够仅仅谈贸易 谈其他的国际上 比如说反恐核问题这些需要 来忽略人权问题 这个和美国的立国资本 是不符合的 是 当然我们知道 这次美中之间 奥习会可能有很多的议题 在这样的氛围下 人权议题能不能够上到谈判桌上 大家都有不是很乐观 但是也密切地在关注 可是就在另外一方面 一个新的发展 也让大家有一些担忧 就是我们知道 很多的抗议人士 他们预计要集结的是 在白宫外的拉法耶特广场 那么就在这个星期 华盛顿邮报一篇文章 表达了他们的担忧 因为据说白宫方面 有意要关闭这个广场 那么甚至有评论人士说 中共是不是已经开始 影响到美国的政治文化了 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担忧呢 对 实际上已经 这个影响已经开始了 比如说在学术自由的领域 中共它的渗透 它通过不给签证等等 这些方式 包括通过一些好处 让美国的学者 美国的研究机构 有很多的自我审查 包括像之前在加州的一些抗议 也有一些抗议者 受到中共指使的人的袭击 那如果拉法耶特广场 这一次决定关闭的话 让这个抗议者离得更远的话 那这个对美国这样一个 自由民主的一个代表性的国家 来说是一个侮辱 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 是 给外界一个很不好的观感 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看郭玉闪先生 北京学者郭玉闪在这个星期一 获得了释放 您本人跟他也是很好 多年的好友了 在2004年共同成立了公盟 跟我们谈谈 您对这个消息 当然是感到非常的开心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您也提到了 这是中国当局在使用的 所谓的人质外交 跟我们谈谈您的想法是什么 对 中国政府它在 之前曾经多次使用这种人质外交 尤其在江之民时代 他抓了很多的政治犯 良心犯 但是到一到有需要的时候 就释放一两个或者从监狱里面释放 或者是送他们到美国 那到胡锦涛时代就很少使用 那现在看到郭玉闪和何正军 他们在习议防美前夕被释放 那就是很容易联想到这种人质外交 他已经抓了2000多个维权人士政治犯 从2012年底以来 那这一次释放了两个 这就是对于中国政府来说 这是非常划算的 能够赢得国际的一些战许 同时它不影响它的大局 它还会一方面释放了两个 同时它还抓更多的人 那更重要的政治犯像伊利哈姆 像普志强 高瑜等等 就完全就是它没有迹象表明 他们要被释放 是 您刚刚也提到了伊利哈姆教授 还有普志强律师 还有高瑜女士 这些也都是外界 其实在不久前也在纷纷地揣测 他们是否可能在习近平防美前夕获得释放 那么到现在从郭玉闪获得释放之后 其实外界也还在等待 北京是不是可能在公布其他释放者的名单 但是到现在距离习近平来到美国只剩下四天了 您觉得北京方面还有可能放人吗 这个说不好 我觉得可能性并不大 习近平他想要展现一种非常非常强硬的姿态 在打压中国维权人士 公民社会这方面非常的凶残 那就是基本上看不到 希望说习近平要继续释放政治犯 尤其是一些比较重要的政治犯 那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就是让这个人权议题更加突出 美国更加不能够忽略人权议题 是 您刚刚也提到这个人质外交 他们释放了两名人士 但是在国际间也赢得了一些表态 他们也觉得中国这样做是往好的方向 但实际上您说北京当局有他们另外的操弄 有他们的心中的算盘 跟我们谈谈这样的人质外交 现在在美国各界 各界是不是理解到这其实是北京 在使用的一种外交牌呢 我个人感觉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 对这一点还非常的缺乏了解 一方面就是有大量的政治犯 良心犯被被关受酷刑 那当然当然这些案件都没有任何证据 而且完全是违背中国自己的这个形式程序 另一方面西方总觉得释放一两个 总比不释放要好 然后就给予表扬 给予肯定 那当然这个对于被释放的政治犯来说 这是好事 但是从整个的中国人权状况来说 没有任何改变 反而他还要继续抓人继续打压 这个整个的人权状况不但没有任何改善 反而还会继续的恶化 是 我们也相信腾律师今天下午到美国国会 也会就这一连串的情况来发表您的意见和看法 非常感谢您抽空来到美国基因的节目现场 谢谢您 那么观众朋友 稍后在我们节目当中 我们还有更多有关于中国人权议题 还有习近平访美的讨论与报道 也请您持续的锁定 VOA卫视新闻 您也可以登入美国基因的中文网 来查询我们的专题报道 或者发表您的看法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.com 请您订阅